大家好 我是胡友玲 我是分子转入共振系统 分子标靶软体的发明人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落枕的问题 我常常跟学研讲 秋天就是落枕的季节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在睡觉的时候 常常冷气是打开的 要不就电风扇是打开的 但是秋天了 天气渐渐的转凉 即使白天很热 可是晚上呢 它渐渐转凉 但是大家的冷气 电风扇可能都还没有关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因为睡觉的姿势不良 那你的脖子受寒了 或是你平常就有不正确的身体结构 那么在睡觉的时候受寒了 就更容易产生落枕 所以早上起来呢 脖子就某一个角度不能动了 不管是左边或是右边 那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呢 常常是因为受了凉 所以呢 我们一定跑不了 会用到隔根汤 把副方药材点出来 再逼打开隔根汤 隔根汤你可以用两张 然后呢 还可以再点三臂汤 三臂汤我们用一张 另外单方再加盐壶 盐壶有很好的止痛效果 好 这个就是绕枕的时候 我们常用的基本配方 那经络呢 就看你 你是哪一侧绕枕 就是你哪一边会痛 如果你是右边会痛的话 那你就直接点痛侧 经络会经过你绕枕位置的 比如说我们会点大肠经 点三胶经 你看这是不是我们的绕枕位置 你就直接点动态经络 让它跑就行了 不需要特别去加重穴道 那如果说还是想要加重穴道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点认脉 因为我们为什么 有时候会去点我们的认脉 认脉的沉浆穴 看一下 ok 你可以点认脉的沉浆穴 有时候后面的问题 我们会从前头来解 那这个呢 在日后我们讲上病下字 左病右字 前病后字 后面前字 我会再慢慢的跟大家细讲 所以说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按时收看我们的影片 ok 这个就是处理绕枕的基本方法 另外 另外如果喜欢用懂事齐穴的人呢 也可以把懂事齐穴点出来 我们用手掌 好 在手掌的地方找到 虫子穴 点下去 然后大家设定时间 ok 我们开始跑 虫子穴也在跑了 三胶筋 三胶筋 动态筋络也有跑 大肠筋 动态筋络也有跑 热脉 沉浆穴也在跑了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 可以更有效果的去 我们的绕枕 速度也非常的快 那如果说你们不要用 筋肉不跑 大肠筋三胶筋 直跑 热脉 跟懂事齐穴 那也可以 大家都会了吗 我们下次见